四號請上台 各位評審老師 各位參賽同學 大家好 我是四號參賽者 今天我要說的故事是 兩個雙人 從前有兩個雙人 一個叫劉一 一個叫阿毛 劉一做生意非常的老實 同手無欺 而阿毛和劉一剛好相反 她一天到晚只想著 要怎麼賺取更多的錢財 有一次 他們兩個先後經過了一個市集 阿毛看到了一位老婆婆 拿著一個碗兜售 來買碗喔 來買碗喔 便宜賣喔 阿毛上前去一看 眼睛微激亮 她發現那個碗是用純金打造的金碗 她心想嘿這個老太婆看起來什麼都不懂 這下我賺到了看我怎麼騙她 於是她就跟老婆婆說 這個碗只不過是用杜金做的不值什麼好價錢 不然這樣好了我看凝視了人家 我說我出個十兩跟你買怎麼樣 啊不能再高一些嗎 不行因為這個鋪碗就值這麼點錢而已 什麼你不賣 好那就算了 說完阿毛便轉身離去 這時劉姨剛好也經過這裡 她發現老婆婆手裡拿著這個碗 走過去仔細的端響了一番說 老婆婆這個碗送純金打造的金碗啊 價值連成 可是我身上沒那麼多錢 老婆婆聽了她的話很開心就跟她說 年輕人沒關係您有多少錢 我都願意賣給你 於是劉姨就用二十兩買到了那個金碗 平時做生意 劉姨和阿毛的態度很不一樣 當有人買米時 阿毛總會偷金錢料 不是少秤給人家 就是多算幾毛錢 而劉姨則是規規矩矩的做生意 久而久之 大家就不再光顧阿毛的點 最後阿毛就破產了 而劉姨因為她做生意很實在 所以生意興隆 最後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 在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 阿毛因為貪心 所以失去了買到金碗的機會 也因為做生意不老實 失去了顧客的信用 而劉姨因為她做生意都規規矩矩 所以大家都信任她 才會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 所以我們平常 帶人處事也是一樣的 應該要誠實 守信用 謝謝大家 時間三分二十五秒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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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